历史上被隐藏的三个朝代 也听过几个 黄武帝史 姚顺与相传 夏商与西州 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两汉 三分未属武 二进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 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 王朝至此完 这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朝代歌 但在历史上 还有三个真实存在过的朝代 没有被记录 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这三个被隐藏的朝代 一 新朝公元八年公元二十三年 新朝 世纪西汉之后 由西汉外妻王莽建立的朝代 起汉自汉武帝以后 皆以外妻府政 汉元帝皇后王政君 六十余年尾天下母 辅佐了四个皇帝 王政君是王莽的姑母 汉埃帝死后 王莽官居大司马 以太后名义执掌军政大权 立汉平帝 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做皇后 在朝中大权独揽 汉平帝死后 王莽指使同党向太皇太后王政君上书 要求让他带天子临朝 王政君无奈 只好顺从这一要求 由王莽摄政 称为摄皇帝 公元六年 王莽改年后 为居摄元年 效仿周公摄政旧事 为戴汉做准备 居摄三年 公元八年 此同仁来将只做同馈 委托汉高祖一命 令王莽称帝 王莽便到高地祠庙接受同馈 然后带上王冠进建太皇太后 坐在魏央宫前殿 集天子卫 定国号卫星 公元二十三年 新朝被陆邻军推翻 往往被杀 新朝灭亡 此后 刘璇 刘秀先后建立玄汉 东汉政权 新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 通过善让称帝成功的先河 中国古代史学家对新朝的评价 几乎都是负面的 尤其是汉书寿王莽 被逆成贼子 后世亦是按汉书观点评价王莽 这也是新朝辈史书隐藏的原因之一 二 环蜀公元四百零三年 公元四百一十年 楚 是东晋桓文之子 桓玄所建立的政权 未与其余号为楚的政权区分 故事家趁其未环蜀 晋安利元兴元年四百零二年 执掌东晋政权的司马元贤 下令讨伐桓环玄 桓玄出兵中下进军建坎 司马元贤兵败被杀 桓玄掌控朝政 元兴二年公元四百零三年二月 桓玄授封伟大将军 九月又自称相国 封楚王 家九席 领时郡 元兴二年公元四百零三年十一月 桓玄逼晋安帝善让地位 晋安帝献上国喜 禅位于桓玄 同年十二月 桓玄正式称帝 国好处 改元永史 公元四百零四年 刘玉起兵秦王 储君不敌 桓玄退出建坎 同年五月 桓玄拜死 其同帝 桓石随继续领导桓政权 公元四百一十年 桓石随被杀 桓蜀灭亡 死后 晋安帝在刘玉的控制下复位 延续进座 三 五周六百九十年到七百能五年 周朝 是武则天建立的朝代 畏区别于历史上先秦的周朝而称之为五周 同道元年六百八十三年 唐高宗李治病逝 太子李显积位 是为唐忠宗 尊武后魏皇太后 正式贤取绝焉 六百八十四年九月 太后费忠宗魏鲁陵王 立忠宗帝玉王李丹魏帝 是为唐瑞宗 由太后临仇改制 唐代初元年 公元六百九十年九月 唐瑞宗等六万多人上表情改国后 武则天建十击一道 遂登基称帝 改唐为周 自家尊号 为圣神皇帝 把瑞宗改为皇寺 寺姓武 改再出元年 为天寿元年 史称武周 神盟元年 公元七百零五年 张俭之等人发动宫廷政变 逼迫武则天退位 忠忠复位 恢复唐朝旧制 武周灭亡 同年十二月 武则天于洛阳上阳宫去世 享年八十二岁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普遍承认的女皇帝 前后正式掌权二十三年 她是武周唯一的皇帝 历史上还有哪些被隐藏的朝代 图文来源 网络 假历史 反权归原作者所有